不知道从何时起 国内对于日本的水果都有一个认识 那就是高贵 似乎日本水果代表着更好的品质 于是贴着进口标签的水果 开始出现在国内市场 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贵到离谱 此前南京一家超市就售卖了一种 所谓的日本进口的这个青蹄 售价高达980元一串 这个价格足够买上上百斤的国产葡萄了 这么高的价格 它真的产自日本吗 日本进口秦王青蹄 每串售价980元 还不还价 由于没吃过 南京的方先生便买了两串 可买回家之后 他发现这天价青蹄来路不正 我当时认真仔细地看了一下 发现它这个进口的水果上面 居然没有标注 产地 那么就很怀疑 它的到底是出自于何种地方 经过上网查询之后 发现像日本的青蹄 我们国家都没有允许进口 所以它应该是通过不明渠道 进入中国 那么逃避了检验检疫 在海关总署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得知 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的名录中 日本出口的水果只有苹果和梨 葡萄青蹄都不在其中 那么这秦王青蹄又是从哪来的呢 超市工作人员保证百分百日本进口 可仔细看天价水果的包装袋上既没有中文标识 小标商的产地一栏也是空白 随后记者在这家超市转了一圈 店内还在卖突尼斯石榴和美国柠檬 他们的售价同样远高于国产水果 也同样不在海关准入进口的水果名录中 但工作人员保证进口的就是味道好 它是石榴啊 对 很好吃吧 六十八一个 一斤 一斤 国产的酸它甜 你死的都可以吃 国产的石榴类水晶石榴根本都不能吃 都酸的呀 它全都是红颜色的 很好吃 谁更多 这样的情况在其他超市也普遍存在 在另一家进口货品超市 除了销售天价清蹄 还包括日本金刚瓜 包装十分精美 价格嘛 好家伙 六百八十元一个 那是金刚瓜 金刚瓜 金刚 日本金刚瓜 六百八一个 金刚瓜 金刚瓜 既然不允许进口 那么这些水果是从何而来呢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通过非法途径走私 要么是商家伪造产地 虚假宣传 随后记者联系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这一调查 工作人员说了实话 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这个葡萄是从哪里 对对 巨荣 镇江 镇江巨荣 这个是从巨荣进口过来 那为什么在销售的时候 在销售的时候 日本巨荣 为什么日本的这个葡萄 有这个进口许可吗 对对 我们国家允许日本的葡萄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我要问过老板 工作人员突然变得一问三不知 最后执法人员只能将所谓 日本秦王青蹄 突尼斯石榴 美国柠檬等全部下架 并开具整改通知书 要求商家到工商所接受调查 看来这些水果黑户 真不值这个家呀 消费者买时 水果是进口的 执法者一查 原来是村口的 这个进口的就一定比村口的好吗 可能还真是 但是村口的 怎么就卖成了进口的呢 一定得严查 毕竟不管是不是进口的 这都是要进咱们老百姓的口的东西 容不得弄虚作假 好